大家好 我是大博鐵小編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韓服最新推出的一個世界副本叫做崩壞之島 崩壞之島這個名字目前來說是翻譯的 那當然會翻譯成這樣也是因為確定了它的這個島嶼的這個特性 它其實是有崩壞的這個現象所以它叫做崩壞之島 那名稱不重要 重點是它怎麼玩 那這個地圖昨天如果有看我們文章的大概就知道 它是一個新的世界副本 那它的玩法跟之前兩個就是現在的拉斯塔巴德還有迪比斯兩個的玩法是不一樣 它是偏向於個人的生存戰 以前的話那些地圖可能那些副本可能都是偏向於團體戰團體的合作 那這個的話呢它是屬於個人的生存戰 也就是說生存到最後的這個玩家它可以獲得的獎勵是最好的 那後面還有更多的一個詳細的獎勵方式我們後面會再講 那我們先簡單來講這個崩壞之島的這個特性 那崩壞之島呢它目前來講它是一個活動 它從4月3號到4月16號維修之前都可以進入 然後你只要等級滿70以上的玩家都可以去參加 而且它是每天的這個活動 那它每天可以進入的時間呢 現在我目前標示的是韓國時間 那這個韓國時間到最後會等同於台灣時間 不過現在如果是韓國玩家的話記得要把這個時間扣一小時喔 每天的8點50到8點59的這段時間就是10分鐘 你可以先從世界副本就下面這張圖 從這個世界副本的這個UI裡面傳送進去 那要花10萬的金幣 傳送進去之後呢 它總共有應該說9分鐘的時間讓你去做準備 當然你可以在外面先準備好之後傳送進去 那這段時間你就在外面在那個上面稍等一下 接下來9點的時候就是台灣時間8點到8點半的時間 你就會開始進入這個它的這個戰鬥的過程 那它總共呢總共崩壞之島總共分成三個輪迴 就是你要打到最後的BOSS關的話前面會先經過兩個關卡 那這邊的話第一個是Round1這個地圖 給大家參考下面會講詳細的 Round2的地圖還有Round3 第三Round這個地圖 那這個地圖呢所有的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一個標記喔 所有的地圖都是屬於工程區的這個特性 所謂工程區就是可以PVP 然後PVP之後不會你被殺死的不會掉這個正義值 不會掉經驗值 那殺人的玩家呢應該是也不會獲得 這個殺人的這個 殺人的這個獎勵喔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好那這裡面呢它說只要有 只有最後一位玩家可以成功的在這個戰鬥中獲得勝出了 其實也不見得是完全勝出喔 因為你還是有可能會死掉 只是說生存到最後的這個玩家 它會獲得比其他玩家還好的這個獎勵 好那這個崩壞之島上面呢 它會出現什麼樣的怪物 這張圖喔 這張圖上面是一般區域 就是其他Round1 Round2的這個怪物 好那下面的話這個是Round3的這個怪物 它是屬於叫做古代人的守護者 那你在每一輪裡面你都會去打到這些怪物 好就是看你不同的區域會有面對不同的怪物 那打死之後呢再獲得這個特殊的這個道具 好那我們接著來看崩壞之島的這個組成 除了剛才上面講的那三個地圖之外 崩壞之島它其實也是有一個村莊 好那這個村莊的用途呢 就是讓你做補給存倉 或者是復活 應該是不會用到復活啦 補給存倉傳送回奇言村 大概是這幾個功能 那它有兩個地圖喔 兩個村莊喔 第一個左邊這張圖的話它是 它叫做古代人村莊 當你第一次傳送進來的時候 就是從雅定大陸傳送進來的時候 你會在這張地圖 好然後 這張地圖跟這張地圖呢 都一樣也有剛才講的那幾個NPC 那右邊這個呢 它叫做古代人 隱藏的古代人村莊 那這張地圖它平常是一般是進不去的 但是如果你在第二輪第三輪死掉的話 你就會被傳送到這張地圖了 好你就會被傳送到這張地圖 那第一輪死掉的話呢 是傳送到這一張 好 好那我們再接著講喔 那如果等到你準備完時間到 就是韓國時間的多少 9點 韓國時間的9點的話呢 它就會出現這個傳送點 傳送門 那你卻可以透過這個傳送門 傳送到後面的這個第一輪的這個場地 那這個傳送門很好認啊 就跟時空裂痕的這個裂痕是一樣的 這個圖案是一樣的 好那我們來講第一輪的這個地圖 第一輪的地圖是古代的雅丁大陸 我先簡單講一下喔 每一輪都會有不同的任務 第一輪的任務 我現在待會就講了 那第二輪的任務 第三輪的任務都不一樣 那第一輪的任務呢 就是你只要在這裡面打怪 收集100個古代的金幣 打怪都會掉古代的金幣 然後就可以完成這個條件 然後傳送到下一輪 那如果你完成條件的時候呢 第一個你會獲得的獎勵是金幣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傳送到下一個地圖就是 古代的夢想之島 那任務時間只有10分鐘 那這邊我要特別去補充的是 因為他這個地圖啊 他這個地圖的設計是 蠻特別的喔 他雖然說他叫古代雅丁大陸 而且看起來這個地圖很奇怪對不對 好沒錯 就如你眼前所見喔 這些地圖呢 你仔細看喔 這個是海底 這個是火箍 這個是妖魔 妖魔森林 就是妖魔城下面 這個是沙漠 這個是愛爾摩前燒戰 妖精森林 這個是遠古戰場 風龍巢穴 風龍區 那這邊的話就是龍子谷 他總共是有九個區域 那當你玩家傳送到這個地圖的時候 其實是會隨機分配的 那這個副本呢 剛才少講了喔 這個副本 世界地間 他一次只能容納一千個人參加 所以如果來說 玩家全部被傳送到這間地圖之後呢 他可能會隨機分配 所以一張地圖裡面 可能會有111個玩家 在這裡面互相PK喔 這個要特別注意的 那這幾個地圖之間 是不互通的 所以如果你被傳送到火箍 那你就只能在這張地圖裡面 跟這100 可能是111個玩家裡面 去對打 然後這樣子 跟打怪 那通過了這個任務之後呢 接下來進入到第二輪 第二輪的地圖叫 古代的夢想之島 那他的夢想之島這個地圖呢 跟以前大家玩活動的有點類似 那這個總共有三個島嶼喔 這個水區火區跟中央的這個五屬性區 那傳送進來之後呢 他這邊也是打怪收集硬幣喔 不過他這邊就是古代的銀錢幣喔 古代的銀幣 那你要收集100個 100個之後呢 你就可以獲得這個金幣的獎勵 可以跟傳送到崩壞之島 那你只能在上面待10分鐘 先達到條件的 他就會先傳送 你就可以先進去下一個區域這樣子喔 那 再來喔 這邊也是要特別講的是喔 如果說你獲得這個銀幣阿 不論是這個銀幣 或者是上面這個 這個古代金幣 他都可以拿去跟NPC買一些道具喔 剛才這邊我有寫到喔 這邊他可以跟NPC買這個 對武器司法的卷軸 變身硬幣哈爾巴斯的執念 巴拉巴拉巴拉 那古代的銀錢幣 他可以買到的東西 更好的喔 對武器司法的卷軸 受祝福的五卷 祝福的房卷 藍布 英雄製作秘籍 等等的道具 這個都是可以去兌換的 好 那如果說你很強的 通過前兩輪的這個 那恭喜你來到第三輪 到這邊其實就已經會刷掉很多很多的人喔 就是會很多人回春補給 回春補給 然後再來 那最後就是崩壞之島啦 崩壞之島的條件就很簡單喔 你只要成為最後一個生存者 你就是撐到最後一位 你就可以獲得最好的獎勵 當然他的獎勵不是只有一個啦 一百名以內 百名內都可以拿到 最差最差的還可以拿到封印的藍布 就是你要撐 你要撐夠久 至少撐到這張地圖才有機會 那他這裡面除了剛才講的有這個守門 守門人 古代人的守門人之外呢 他會有這隻BOSS 那這隻BOSS目前來講強度不明啊 他看起來是很可怕的一個怪物 就是這個 就 對啊你不覺得很可怕齁 就很可怕的一個怪物 那強度還不知道 因為還沒有人打過 所以不知道他的強度是如何 但是 想必 他不會是一個太簡單的這個角色 那這隻BOSS應該會出現在這個中間 那這個攻擊模式呢 就之後再討論看 我們有沒有機會進去看 那這個地方呢 你就是要跟所有玩家 互相PK PKA 然後跟這隻BOSS PK 然後最後才能贏得獎勵 這剛剛重複講了 不過 這個古代之島 這個崩潰之島 他有一個比較特性的地方 我現在就要講了 他這個地圖上 有設計所謂的崩潰區 他會從你進入地圖的第三分鐘開始 他會從最外圍開始崩落 第三 因為這個地圖上頂多會只能待十分鐘 所以他會從外面 每三分鐘就崩壞一次 然後這邊 一二三 最後的話呢 你只能在這個小塊裡面 就是看誰比較能撐啦 最後只能在這一塊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小心 在崩壞的時候 你還站在這個崩壞區的話 那你的血可能會 受到很大的損傷 就是會瞬間扣血 可能會死掉之類的 這個要特別去注意 這個 他這個地圖設計的就是 你必須要往中間集中 不要想在外面晃 你想在外面晃 可能就會死掉 因為時間一下就過了 那當然這個 在裡面在外面 這個都是一些戰術上的運用 或許你先在外面晃一下的時間 到了再衝進去 你搞不好別人在打的時候 你死 別人強者都打死了 你還能存活 那再來喔 在崩壞之島上面呢 這個是官方提供的一些秘訣 跟一些他的技巧 他說 當殺死競爭者之後 你可以獲得對方身上 所有收集到的硬幣 好 那你在這個島上 你只要有獲得一個以上的硬幣的時候 你有發現嗎 這個ID上面會出現一個 古代硬幣的這個圖示 這個就表示說 我身上有這個硬幣了 那也等於是告訴別人說 這個人身上有硬幣 我可以來打你 所以在這個島上就是互相殺 那 一開始當然是打怪獲得硬幣 那如果你夠強的話 你把人家打死 你把對方打死 你就可以獲得他所有的硬幣 那殺人 殺人會是最快獲得硬幣的方式 而且死亡的時候 百分之百會掉入 你身上收集的硬幣 那掉落量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五十 最多就是掉一半啦 那死掉的話也不用緊張 死掉的話你回村補給再進來就好 第一輪第二輪都可以回 都可以回村補給再進來 第三輪不行 好 那再來除此之外呢 區域中啊會出現一些特殊的一個物品 物體啊 這個類似Buff Buff跟Debuff的這個效果 他這個的話 他有些是可以獲得變身 那有些是 時格範圍內減傷 甚至有這個召喚boss啊等等的 這些 在這個地圖裡面會隨機出現 這個大家可以 看你的狀況去運用 那會出現什麼 其實他是隨機的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好有時候壞 所以這個不一定 那除此之外啊 因為他每一輪喔 每輪裡面都有一些boss 都有一些 那個強大的boss 那你在打boss的時候呢 你只要在他的 十格範圍內 就是很靠近boss啊 就是 可以獲得特殊的這個效果 十格範圍大概是怎樣的 大概就是 你看得到他 他看得到你 沒有超出你畫面邊界 基本上你看得到他 只要不是在那個 45度對角 基本上都是在十格以內 那在這個距離內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這個buff 綠色的圖示的話就是 遠近距離的命中加20 近遠傷加20 然後sp加10 持續5分鐘 很強啦 這個獲得這個就很強了 如果是拿來打人的話 其實也變得會超痛 那紅色圖示效果就是 再更強了 遠近命中30 遠近傷害30 sp加15 持續5分鐘的時間 這樣子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打怪的部分 打怪跟這個地圖的攻略的部分 好 那 接下來要拿獎勵啦 好 他這邊分成兩個部分獎 第一個部分是 擊殺Boss的主要獎勵 擊殺Boss主要獎勵的話 如果是一二輪 他的Boss大概就是 主要啦 就是 意思就是 掉的比較好的獎勵 住5住房 然後再來是藍部紅部 那第三輪的話呢 就比較多了 除了住5住房紅部藍部之外 他還會掉紙布 然後 還有兩個紙裝 那這兩個紙裝的防禦都是7 兩個防禦都是7 然後 有一個是隨著強化 因為他按定值都是4 然後 有一件裝備他是 你每強化 他就會增加魔防 增加4.5點的魔防 那有另外一個是 過5 強化到第5 開始 每強化加1 減傷再多1 這個紙裝非常的可怕 這個能力 這個是新的 那應該只會在這裡面掉 這兩個道具應該是只會在 在這個崩壞之島上面掉落 其他地方應該是沒有辦法拿到的 然後 除了Boss獎勵之外 他還有一個所謂的 生存等級 和任務的獎勵 所謂的生存等級就是 你是第幾個死掉的 如果是你最後一個死掉 你就是第一名 你倒數第二個死掉 就是第二名 以此類推往回推算 他會記到100名 那我們看一下 第一名到 第一名的話就是 封印的 英雄製作秘籍 這張 封印的紅布 那第二名的話呢 就是西友變身卡 你會直接拿到這個西友變身卡箱 然後第三名的話就是西友娃娃 西友魔法娃娃卡 第四到第十名就是拿 祝福的富裕卷軸 那十一到三十名是祝福 三十一到六十名是祝房 六十一到一百名是封印的藍布 所以你只要 有十分之一 你只要可以在裡面每十個人生存 你只要是其中的十分之一 你就有機會去拿到一張封印的藍布 你就有機會去拿到一張封印的藍布 這個強不強 其實要看大家跟這個參加 參加這個活動的玩家 那我相信你能衝到最後的這邊大概都是課長等級 其他玩家只能說 呃 僥倖啊 就是玩玩看能不能有機會去獲得 變成是這個一百名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可以進入到第三張地圖 你一定要收集到上面上面所講的那些數量的這個古端基金幣 你才能進入到這個地圖 那另外還有一個任務獎勵啊 你每次完成任務的時候 每次完成這個任務的時候 他就會完成 他會送你一張這個崩壞之島任務卷軸 那這個任務卷軸呢 他就是打開來的時候 你就是獲得經驗 那獲得經驗呢 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用 他會提供一般高級跟最高級三種選擇 那到 那我想應該也是消耗龍鑽 消耗龍鑽去獲得那個 不同的經驗值這樣子 好 那 每一輪活動他 都沒有辦法用傳送的 就是你進入活動之後 你只有死亡 好 你只有死亡才能回春 要不然你是不能 不能瞬移 然後不能回春 也不能按小五卷 回到那個 你自己的選無小五都不行 好 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有獲得任務的話 獲得任務獎勵的話 獲得任務獎勵的話 他會透過信箱發給你 好 那離開這個地圖的時候呢 你在裡面獲得的這個道具 要跟BUFF 那些通通 BUFF應該不會刪除 但是你獲得到道具都會被刪除 好 那以上呢就是 這個崩壞之島的簡單介紹 好 那 目前來講因為都還沒有人進去過 今天是第一天 目前是第一天開放 好 那如果有機會衝進去的話呢 這個我一定帶大家 好好的去看一下 所謂的崩壞之島是長怎麼樣的 那希望我有機會進去 好 那講到這邊啊 相信 如果說對這個崩壞之島有興趣的人 你應該會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不錯的一個新的活動 因為它是一個類似 生存戰的遊戲 跟以前來講 又比較刺激 這個打起來真的真的我覺得會非常的刺激 因為它一千個人 然後這個也是跨幅的這個對戰 好 一千個人喔 一千個人同時進來這邊打 我非常的可怕 好 那 如果想要收到 新的這個影片 譬如說我今天晚上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真的會衝進去 我會直播給大家看 好 那如果想要收到這個最新資訊的話 你記得在影片的右下角 按下訂閱 好 按下訂閱 記得如果要趕快收到那個直播通知的話 一定要按訂閱跟鈴鐺 一定要按訂閱跟鈴鐺 那 對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好 那直播就先到這個地方告一段落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